在香港你是一個你喜歡爬山 你就可以感受到自然風光的 你喜歡購物 你就可以去購物的狀態 其實你都可以容易地獲得到這些東西 現在好像頭頂上有一個霧霾 好像就是給我一個感覺 好像突然一夜之間 人心所有醜惡的一面 全都暴露在你的面前了 透明人紀月曜日 作詞人伍 落心 那兒是非常厲害的 武的紀錄 和外 Prose 緩集 intentionally 跟風 是 大家在呼籲自主的民族自由的統項 想希望你能取得好 只希望你燒進國人所有的一碼人 來 你不要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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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就是你們自從在破壞的香港的華人 你不要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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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我現在被心不堅強一點的話 我可能會非常的難看面對你 在我發完眼以後 我自己的研究所就被噴上了那個漆 然後被塗了各種各樣的東西 我以前週末都需要出去 但這幾個月來 我週末的話 基本上我就盡量避免出行 因為你不知道晚上會不會地鐵被砸掉以後 那我就回不了家了這樣一個狀態 那其實我一進到校園就會感覺到 就是非常的抑鬱的一種狀態 那其實我只能說 年不見新聞信 我就盡可能地避免就是 來到學校 那我就盡可能地在家辦公 如果看Facebook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這些發言的話 那主要可以看到至少80%以上的人是讚許我的行為的 其實我相信如果在私下裡面 一對一的交流 可能就不是像見面會上那樣子的激烈的一個情況 那私下裡面其實很多時候 我覺得都是作為學生都是可以互相溝通聊天的 我希望兩個群體之間種架的是善意的種子 我希望我們應該往一個兩方越來越近的方向走 而不是越來越遠的這個方向走 我希望多加強內地學生和香港學生之間的溝通 互信 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然後我們坐下來 去理性地探討 去共同思考 我們需要怎樣的香港 我們怎樣可以讓香港變得更好